全民心味 住戶請就位 歡迎回家 來 歡迎回家 歡迎 來 豬小姐 歡迎回家 好美喔 葉鵬哥 鄧偉哥 來 班傑哥 恭喜恭喜 顏值太高了 尊貴的住戶 大家晚安 大家好 是啊 我是財富大樓 這一棟的主委 曾牧村賢人 古話有云 這個戶輸不渡 流水不服 又說 天行見真君子自強不息 簡單的說 要活就是要動 身體的健康 就在於精氣神的運行 今天我們的大樓住戶裡面 當動靜態的養生專家 齊聚在我們的大廳 我們在主要好來比拼一下 介紹第一位 國慶甜心主播 朱培茲小姐 大家好 第二位國慶運動型的主播 鄧偉 歡迎 大家好 極地的翻閱者 陳彥博 歡迎 大家好 再來是台語掛的 行腳節目主持人 Jelamy 大家好 歡迎 中醫院的院長媽媽 羅佩玲 你好 大家好 養生功夫高手班傑 大家好 恭喜班傑當爸爸 謝謝 謝謝 現在孩子多大 孩子六個月 漂亮 對 兒子女兒 女兒 幹得好 對 而且很奇怪 那個 也不是我生的 結果變大隻的是我 對 變大隻 一起坐月子都會比較胖 其實我覺得是有女兒之後 他有一種荷爾蒙 會讓我好像變成一個熊 要保護他 好像我身體一個反應 因為我覺得我的飲食沒有變太多 這個說法好棒 這個好棒好會說 對不對 你的那個摔角 那個你的對手就會有感受到 你生了小孩之後 你有爸爸的力量 看你當爸爸當得真的很開心 我多生一胎 OK 我回家要有貢獻 要生兩胎 今天有人宣傳新書 來 羅院長 對 我也有一個就是 新的一個寶貝出現了 就是我的一個那個新書 更年期的慢癮 慢老調養書 慢老調養書 對 因為我知道每個女生 其實最終都還是會遇到 就是面對更年期這個狀況 那其實還滿多就是女性朋友的話 她在診間可能會問我說 她要怎麼做 我才可以讓自己的 就是更年期可能晚一點來到 延緩老化 對 然後延緩老化 或是不要有那麼多的 一些不舒服的狀況 那很多人是希望說 可以在家自己做的 所以我這本書的話 它是有料理的部分有食道 然後有二十個茶椅 還有一些那種穴位按摩 還有一些像刮沙這個部分 它是一個比較全方面 所以有食補茶椅 你民俗療法都在裡面 對 就是穴位 就是你在家很容易 主要對象是針對女性同胞 大概是三十五歲以上 其實就可以做這個部分的一個 三十五啊 對 送給每一位在乎健康的朋友 對 好 恭喜 今天資訊量聽說有點大 各位要小心了 好 賽事的刺激 即將呈現給大家 現在有請官員會 最高層級的主任秘書 惹辣惹火的蔡上華 會為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的殿堂級的大獎 是些什麼 來 好 今天我們要準備給 各位興奮的珠虎的禮物 包含了氣泡水機組 柔棉保肌店 以及儒教兩岗雙人床墊 還有人體工學椅 還有呢 雲霄肥車麻將桌 希望大家呢 能夠靠你的智力 換取我們的財力 看看誰才是最後的 智慧大風囉 加油 全民星空夜三點零 題目比較平易近人 所以不會像以前 這麼地丟磚 加油 第一回合 總答題一分三十秒 總智慧金幣有十五萬 在這二十四個信箱裡面 各位祝福加油了 千寶劍萬寶劍 心態平衡是關鍵 準備 第一回合意志開箱 請出題 終於說五色豆對應五臟 請問想要增強腎臟的功能 我們該吃黑豆還是綠豆 請搶答 按得稍微早了一點 口頭警告 來 請說答案 黑色 為了腎臟 顧身要吃黑豆 對 請揭曉 你怎麼知道 你不是猜的 因為那個我有在泡中藥 你有在泡中藥 對 你是說你整個人去泡中藥 對 應該是說 還是我有泡藥酒 我是私釀米酒 然後會去那個 哪一些中藥材 然後如果是肺 如果肺可能泡什麼 彎點筋枸杞 然後如果是腎的話 是那個黑豆要炒乾 有點像爆米花 它這樣泡開之後 就可以泡在酒裡面 對 我們一般講黑豆酒 為什麼一定要炒過啊 它比較好 一個是它比較容易 釋放它的營養成分 也比較不容易脹氣 你是給你太太坐月子用的嗎 因為黑豆酒還滿多 是坐月子的 沒有 因為我是練氣功 而且我年紀已經四十多歲 所以我為了我的頭髮黑一點 為什麼會那個 很棒 好 要跟大家說 我們的五臟對應到五行 同時也跟五色都有做對應 所以其實像是 在我們的腎臟的部分 是黑色 那所以就可以多吃黑豆 或者是黑芝麻 相關的一些東西 那像是心臟屬火 那這個赤色的就是紅豆 而另外像是肝臟 它屬的是木 青色 所以是吃綠豆 而肺呢 則是要吃白芸豆 來 丹姐 請 選擇 七樓之二 七樓之二 請開箱 一萬四 好高 不錯... 菜竹蜜 再出 下一題 請問使用滾筒放鬆的效果 只能夠持續三十分鐘 還是一個小時 請小答 漂亮 朱培茲 你的胎名非常好 來 答一起 但這個我覺得三十分鐘 來 三十分鐘 請揭曉 恭喜 好 很多人都很依賴滾筒 不管在運動前 或是運動後 都希望可以用滾筒 稍微讓我們的這個呢 肌肉能夠放鬆一點 但是你知道嗎 它其實能夠幫助我們 放鬆的時間還滿短暫的 大概只有三十分鐘 它只是一種紓壓的出口 可是長期來說 還是要依舊保持著 一個良好的姿勢 才不會讓你的肌肉 長期處在一個很緊繃的狀態 來 朱培茲 智慧 新幣 請選擇 六樓之四 六樓之四 請開箱 七千元 滿好 對 我們所有的祝福彼此 還是要祝福 我們等一下 剛才從剛剛一萬四 然後大家這樣 很不適滋味這樣子 我們還是要祝福人家 我們還是要祝福 來 蔡祝咪 請出下一題 請問凡帝剛跟布丹 哪一個國家 是比較難申請移民遷入的 請挑答 幾公里稍微快一點 口頭警告 再快就失去格 失失格了 來 答案 我決定是布丹 布丹 對 為什麼不是凡帝剛 因為我看過是布丹 然後他們的簽證其實特別貴 好像是五百美元 我不知道現在 我不知道怎麼會給 但是是差不多很貴 我們真的沒有看過 那麼愛講台語的法國 布丹 七雞腳 整天說得這樣 以前我們想要布丹 我都會覺得他們是 全世界最幸福的國家 可是你知道嗎 其實從今年開始 當這個國外的媒體進出以後 就發現其實布丹現在人口流失的 非常的嚴重 還滿多年輕人都移居到澳洲去了 那像是呢 其實全世界最難移民的地方 反而是 范蒂岡 在這個地方呢 他這個常住的人呢 大概只有八百多人 非常的少 而且呢 擁有了這個 公民資格的人呢 更只有四百五十人左右 當中呢 包含了一些瑞士的護衛隊啊 還有呢 在這邊的這個羅馬教廷的主教啊 等等之類的 那如果住在范蒂岡的人呢 他們其實主要呢 用的是亞歷文 並且呢 是可以有雙重國籍的 而且因為范蒂岡喔 這裡沒什麼醫院 所以呢 真的是在范蒂岡出生的人 是少之有少 范蒂岡 載豬 這裡 請問法國是 第一個掛車牌的國家 還是第一個推廣 板金技術的國家 請想答 羅佩玲 掛車牌 請揭曉 好 因為其實在十八世紀的時候 我們就發現 還滿多人會用馬車 做一些非法的勾搭 那那個時候呢 就有人跟當時的國王 路易十五做了一個建議 說我們應該要嚴格的控管 這一些馬車夫他們的行蹤 所以呢 就說應該要掛上車牌 但是當時路易十五他並沒有採納 一直到路易十六呢 才正式採納 所有的馬車上面的掛的車牌 都要載明這個車夫的名字 跟住址就是避免犯罪 來 羅佩玲 智慧新秘 請 評測 六樓之五 六樓之五 請 開箱 你才沒有抽到那個 有啦 準不準 抽到班傑的帳單 你真倒楣 真的 天啊 我們每個人帳單在裡面都有的 四分之一的比例 第一個出現 班傑的什麼帳單啊 內政部移民署的行政罰還 你怎麼了 很對 內政部移民署罰你錢幹什麼 這個簡單嘛 你就是 簽證過期還沒有出境 你沒有拘留證了嗎 我跟你講 這個是一個很妙的事情 因為我是五戶籍國民 所以非常特殊的 你是什麼國民 五戶籍 沒有戶籍的國民 我是台灣人 但是我沒有戶籍 可能嗎 可能 哪有可能 你去那個移民署 他就一個五戶籍國民 專櫃 專門是服務我這樣的人 而且很少人去 可是在台灣 你怎麼會有一個住所 你總要跟這邊的 負責事務所 他是這樣子 台灣是屬人 所以我爸爸是台灣的 但我出生在美國 所以我沒有身分證 但是我可以拿護照 這就沒有了 拿了護照 我可以進來台灣 進來台灣之後呢 我就是所謂的 五戶籍國民 所以呢 我要去 我要去申請所謂的 定居居留證 利用這個 之後 定居多少時間 他才會給我那個 發給我身分證 但是 OK 這個時候呢 有一個尷尬的過渡期 就是呢 他會說 因為美國要有一個 良民證進來 美國他們做事 真的是太慢了 等等等等 我已經要出境了 沒有辦法辦啊 已經要出境了 好 沒關係 我說你可以延期 我說謝謝你 好 現在再六個月 好 再六個月 結果呢 我良民證下來 我過去辦的時候 他說不是啦 是一共六個月 一共六個月跟再六個月 是不是不一樣 不一樣 不一樣啊 所以我已經過期了 所以就被罰了 我就飛去香港 當天來回這樣 然後重新來審辦 所以就付了幾筆錢了 所以扣多少 四千元 不好意思 好倒楣 這個 謝謝 辛苦了 衰老 請出 下一禮 請問在日本 Sake指的是清酒 還是所有的酒 請搶答案 出賠一次 清酒 Sake就是清酒 請出 我覺得好丟臉喔 你有沒有幫我清酒吃的執照啊 我還答錯 我現在可以離席了嗎 我先離開這個節目 今天 好 到日本玩的時候呢 可能在用餐的時候 就說呢 他想要喝清酒 就會說他想要的是Sake 可是這個時候呢 劇本的服務生 可能會一頭霧水喔 因為對他們來講呢 Sake啊 其實泛指所有的酒類 他會不清楚你要的是 紅酒 威士忌 清酒 或者是白酒 所以呢 其實對他們而言喔 如果你要點的是清酒 就是日本酒 來 請出這裡 中國傳統武術氣功的基礎四字 是土固納心 還是心神合一 請搶答案 羅院長 土固納心 請介紹 非常好 好 在氣功的部分 我們當然是希望 可以讓我們的經絡啊 還有這個穴位啊 跟氣血 都能夠達到一個平衡跟循環 所以它的這個基礎 就是土固納心 而土固納心的顧名思義 就是你要土掉 這些濁氣 然後呢 骯髒的 去採納心的 所以後來它衍生的含義 已經變成說 你可以洋氣掉過去一些 舊有比較不好的傳統 然後呢 去接納一些新的事物 好 來 羅院長來 志偉欣賓 請選擇 八樓之二 八樓之二 水塔邊 水塔邊 請開箱 你再抽到那個就好笑了 還好 一萬個 錯 我真是把邊第二名耶 不錯喔 蔡主秘 再出 下禮 在巴西這個國家 遲到還是排屁股 會被視為是 有禮貌的行為 請搶檔 羅院長按稍微找一點 口頭警告 我們口頭警告有三位了 幫我記一下喔 等一下再提走 我們就失格了 來 請坐 排屁股 排屁股是很有禮貌的行為 你確定 排屁股是有禮貌的行為嗎 請接下 其實是遲到耶 還是性騷擾 那全世界哪一個國家 拍屁股是有禮貌的行為 有嗎 棒球 棒球 大禮貌 拍屁股耶 他們都 Go get it BANG 沒有嗎 班傑是不是帶 還是帶得太累對不對 還是變得怪怪的對不對 沒有 我從小看棒球 他們都是 就是球員互相都會拍一下屁股 去 就鼓勵對方嘛 就打得比較好 好 你休息一下 好 因為班傑人他們的性格 本來就是比較放鬆 然後會把生活當作是度假一樣 所以當他們真的跟你講說 約了這個時間 如果你太早到的話 反而會給主人家造成困擾 因為他其實還是慢條斯理的 正在準備所有的東西 你太早到 他反而就會去干擾到 他準備的這個籌劃的時間 那這也是奇怪 我訂了這個時間來 然後我還在準備 那我訂這個時間幹嘛 對 那我就說七點就好了 你就慢慢來 我不要說六點啦 可是這樣子 大家就會八點才到 八點才到啊 真的啊 沒答對嘛 我們只剩三四六秒了 來 七點就起來 零 世界上最小的鋼琴 跟兩個火柴盒 還是一個滑鼠一樣大 先這樣打 好 鐙輝按早了 口頭請到 來 鐙輝記錄 來 請說 兩個火柴盒 鐙輝記錄 厲害 我剛想了另外一個點是 好像可以把火柴的那個柴 當成它的琴箭 你這個又有點 好 這個呢 世界上最小的鋼琴喔 它其實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呢 由德國非常知名的 斯坦威鋼琴廠 所製造出來的 而且超級無敵小 只有兩個火柴盒這麼大 你可能會覺得說 它可能是鋼琴模型吧 但事實上它是真的可以演奏 裡面沒有任何一個零件 是缺失的 然後它的大小是小到呢 非常的袖珍 可以直接放到口袋裡面去 現在呢 就放在舊金山收藏著 來 字尾欣賓 請選擇 我選八樓之六 唉唷 水塔邊 請揭曉 一萬元恭喜 恭喜開裝 還有二十六秒 請再領 在台灣看到突起像小秋的蟻巢 可能是紅火蟻 還是白蟻的蟻巢 請想答 這母威真的時間就比較合理一點 來 答案是 紅火蟻 你看過那個小秋嗎 因為當兵的時候 一天到晚都要去除那個 紅土上面的那個紅火蟻 把它打開之後 然後要灑藥劑 所以就會有很多很多這樣 一坑一坑這樣突起來 那通常我們只要看到 那個突起來的地方就知道 好 我們紅火蟻等一下要出這個地方 所以我才是紅火蟻 這樣看來應該對的喔 請你介紹 這就是紅火蟻喔 紅火蟻真的是非常的兇猛 而且它裡頭有毒液 那它這種酸性的毒液 一旦遮到的話 皮膚其實是會起水泡 而且化濃的還滿嚴重的 那這個紅火蟻的蟻窩 通常它會突出於地面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在裡頭 灌一些這個沙蟻的藥劑 可是比較可怕的是 它們的蟻厚 通常都會身居在土壤的很深處 所以會被其他的紅火蟻 給保護住 因此最好是把它的這個蟻訓 封住之後再來灌藥 連續灌個一個禮拜 才有可能把它全部都殲滅掉 好狠喔 而且它附近 它有那個蟻窩的附近 都找不到蟲蟻 蟲蟻全部被紅火蟻吃掉 最新秘 請選擇 五樓之一 五樓之一 住在地窖邊 請開箱 一千元 十八秒大概剩兩題囉 各位 請出下禮 在古代通過蟲氏的人叫舉人 若再通過蟲氏 則會被稱為近氏 還是共氏 請向答 來 羅佩玲 近氏 是不是近氏 請介紹 共氏 好 如果經過了蟲氏以後呢 它就會變成舉人 接下來經歷了這個呢 這個一般的會氏以後 會變成共氏 但是要怎麼樣的人 才能夠變成近氏呢 就是當你已經成為共氏之後呢 你就有機會可以面聖 是由皇帝來親自幫你們面世 所以當皇帝 清定變成是近氏的人呢 他就是天子門生 而目前我們也所知道的 就是第一名是狀元 第二名是榜野 第三名則是彈花 所以所有的近氏裡面 前三名就是狀元 榜野 彈花 這樣就清楚了 最後一題 謝忻 最理 食音錶的名稱由來是 表面用食音製程 還是由電力使食音震動 請向大家 羅院長 電力使用食音震動 請介紹 厲害耶 好 其實食音錶 它是利用這個電力 使裡頭的這個微小的這個 機械能夠震動 然後讓這個食音可以震動 它才能夠精確地去算時間 那當然呢 其實比起來機械錶的價格 還有製作的工法呢 是比食音錶更繁複 所以也更貴的 但是如果一定要說 哪一種錶比較好 其實還是要看符合你的需求為主 請選擇 八樓之三 八樓之三 請開箱 我們現在給住戶幫忙 六千元 結束了 不錯耶 才抽到一個賬單耶 再加六千 來 這一回合 把大家的獎金報告一下 豬肥茲 七千 鄧薇 一萬一 陳彥博跟吉雷米 兩個人淡薄名利 請待會兒加油 好 然後羅佩玲 一萬四 凡傑 也一萬四 領先的兩位就那兩位 掌聲鼓勵 第二回合 總答題時間也是一分三十秒 但進行的內容有點不一樣 更好玩 但價錢開始更高了 整個智慧獎金 智慧新幣已經累積到二十萬 野民還要手快才行 我們請中間兩位外國朋友 外國人加油一下 來 第二回合意志開箱 蔡竹幣請出題 第三屆奧運會的馬拉松競賽 第一個衝過中年的人是 坐汽車 還是騎水牛 請想答 蘇菲茲 騎水牛 第三屆奧運會 對馬拉松競賽 第一個衝過中點的是 騎水牛嗎 請揭曉 水牛 我其實想要猜坐汽車 好 那一年是一九零四年 有兩個美國的選手 他們就分別名列在一跟二名左右 但是第一名的那個選手 已經遙遙領先了一大段 但最後通過中點的 卻是另外一名美國的選手 讓他百思不得其解 原來這個人狹到飛車 他居然偷偷到了別的地方 然後坐了汽車 然後趕到了這個最後的終點 那後來也因為被大家發現 所以拔掉了比賽資格 但是那一年的這個奧運會 的馬拉松 可以說是非常的奇葩 因為居然第二名的人 他是喝了白蘭蒂加老鼠藥的 這個據說的一個偏方 以為自己可以增強體力 結果沒想到到終點的時候 被緊急送贏 請出席 珠寶的保養當中 請問鑽石是怕油污 還是汗水 請想答 陳彥博 答案是 汗水 鑽石 反而不怕油污啊 先按再說 鑽石猜的對不對 對 鑽石怕汗水 是汗水嗎 請揭曉 好 鑽石啊 價格不菲喔 那麼要告訴你保養很重要喔 小心不要沾染到油污 否則呢 它就沒有辦法光亮如新 它的光澤也會大打折扣 那到底哪一種珠寶 它怕我們的汗水呢 就是珍珠 因為珍珠呢 它是天然的嘛 裡頭有很多毛細孔 所以一旦當你長時間 佩戴又流汗 然後又沒有好好保養它的話呢 它其實是會吸進去的喔 久而久之呢 你的珍珠就會變得上面有黃字 有黃鉤 不是那麼好看 好不好 難得按到啦 沒記住就打錯了 加油喔 但是有這個有生命跡象啦 非常好 好 一片米跟我們一起玩嘛 一片米 有 我... 可以喔 來喔 請煮一下 你 減肥也可以吃小野 但是要控制在三百大卡 還是五百大卡以內 請搶答 一片米按太快 來 口頭請夠 來 請說答案 三百大卡 也不算少耶 請繼續 三百大卡 很多人都說減肥的話呢 最好是過五不食 或是晚上六點之後不要吃東西 但是事實上呢算整天的卡路里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的飲食習慣就是一定要吃宵夜 否則你很難入眠的話呢 那最好把它控制在三百大卡左右 稍微有吃 滿足了心理上面的那一種感覺就好了 來 要誰答對了 吉雷米 來 好 請選擇 七樓子三 七樓子三 我們準備開箱 五萬元 就這樣 恭喜脫平了 脫平了 隨便坡 我是後來居上心 樂觀 樂觀就對了 非常好 請祝下禮 英文言語 Diamond cut diamond 是指牆中自有牆中手 含義是硬碰硬 請請搶答 請搶答 請搶答 硬碰硬 硬碰硬 班傑可惜了對不對 為什麼他們要講Diamond cut diamond 就因為Diamond是就是密度最高的物質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密度 至少一樣高 才有辦法去切到它 再低於它是不可以 除非你什麼雷射很厲害的 什麼集中 所以牆中自有牆中手 對 就是而且我們氣功的最高境界 其實是金鋼 金鋼掌 也是Diamond 所以如果你到Diamond的時候 另外一個人不是金鋼掌 其實你兩個練的時候是 你沒辦法進步 比如說這個人是鐵砂掌 你是金鋼掌 結果兩個人練 鐵砂掌有練到 金鋼掌沒有練到 還沒辦法進步 要比它更高才是 對 硬碰硬 是吧 聽起來怎麼 他剛剛解釋半天 是牆中自有牆中手的感覺 請揭曉 對不對 這就是一種 騎逢敵手 降育良才 晉身與和聲亮的感覺 鑽石跟鑽石 兩個都已經非常的優秀 也都非常的堅硬 但是你一把它碰在一起 它就能夠擦撞出更美好的樣子 所以是牆中自有牆中手 遇牆折強的概念 請出席 今天運動規定很多 請問在跳傘前二十四小時 不能潛水還是飆高音 請搶答 陳彥博 答案是 潛水 跳傘前二十四小時 不能潛水 應該跟肺有關 請揭曉 漂亮 這應該跟肺裡面 身體裡面充滿了氣力 跟狀況有關係 之前有在潛水完之後 有去訓練 然後後來之後 感覺一直沒辦法換氣 後來就查詢資料 才知道是這個原理 你曾經發生過在身上 你的事情 對 就是那天去 上次去潛了兩隻 然後完之後 我還必須要訓練 潛兩隻啊 對 兩隻就超過一個小時了 對 然後一上來之後 馬上就去訓練了 因為強度很高 所以我換氣的時候 感覺到有點吸不到 所以很明顯就發現不舒服 上網查了之後才大概知道 是這樣的原理 好好活著 來 恭喜喔 準備要脫平了 來 請選擇 六樓之六 六樓之六 準備開箱 來 加油 你真慘 你那麼倒楣啊 李英俊 等一下這個音樂好討厭 李英俊幫幫忙 你要收到兩個住戶通知 你要想要收金來收贏的 那就穿金帶贏來個金好了 骨質疏鬆減色 站立不屈膝 雙手垂直彎腰 雙手垂直彎腰 伸展距離超過主尾的一人家三間 我多硬啊 我 我剛演完舞台一句 我現在整個崩的 每人站在你的那個答題桌前面 我現在看到還是很難過 只要超過我的 就我三千塊 那你要先是不是 我先啊 好 你要不要扣子先解開 我先 我扣子先脫掉好了 準備好對不對 不屈膝 衣服很貴啊 我知道 我幫人家玩完 下一集沒有辦法穿這套路耶 準備喔 好 要幫你嗎 不行 好 這邊 我在這裡 好 進鼓的一半 進鼓的一半 來 豬培茲 下 那我 可以啊 好猛喔 來 豬培茲加三千 可以了 他還穿得高跟鞋 他就可以加六千了吧 很難耶 你冷靜 你冷靜 豬培茲加三千 來 鄧薇 我 他有屈膝嗎 沒有 他用顫抖 沒有 鄧薇加三千 來 陳彥柏 好 行 可以了 這根本是羞辱主委的 對啊 陳彥柏加三千 來 一個名 下一位 可以 可以 你要看 可以 還有屈膝 屈膝 膝蓋 膝蓋要直 要直 來 下 好 可以了 可以了 這隻比我多 有 裡面最爛的也都加三千了 來 蘿培茲 可以了 來 番茄 好 消了我 全部加三千 恭喜 來 請位 雖然這樣動一下還滿好的 動一下滿好 現在就賺三千了 我還在氣死我 剛才是誰選的 我選的 你選的 謝謝你 是 這是大家結社的態度 來 請出席 我們常用第一把交椅 推崇一個人 請問交椅指的是 折疊椅還是板凳 請想答 陳彥柏真的是 走老運的 來 第一把交椅 好 來 答案是這個板凳 我來不及思考 這是哪個博術館 是嗎 反凳 請揭曉 是折疊椅 我們古獸有折疊椅 好 因為這個交椅 它其實最早就是 壺床是來自於在外的 它這也是那種神狀的折疊椅 但是在這個隨潮的時候 就進胡語 所以就只好把 胡床這兩個字改掉 就改叫交椅 那你想一般人 哪有這個身分跟地位 能夠做得上交椅呢 所以能夠做交椅的人 想必一定是非常非常尊貴 甚至是領導級的人物 所以我們就會稱之為 第一把交椅 頒好 所以不是答錯了 來 請出席 每增加一公斤的肌肉 每天可以多消耗一百一十大卡 還是兩百二十大卡的熱量 請搶答 羅貝林 漂亮 夠快 兩百二 兩百二十大卡 每一公斤肌肉可以消耗這麼多 進 介紹 很多耶 兩百二十多耶 對 好 如果你想要變瘦 而且是健康的變瘦 其實你每要消耗掉一磅的這個脂肪 你要燃燒到三千五百大卡的熱量 所以其實是滿長的一段這個努力 那如果呢 你每增加一公斤的肌肉 它就可以幫助你 每天至少多消耗掉一百一十大卡 對 增肌減脂這個燃燒熱量 是最容易增加 增加肌肉是燃燒熱量最好的方法 最簡單的方法 美國人會喝啤酒 再去舉重 然後他們的想法是 我喝這個啤酒 你這個能量 讓我舉的重量會比較大 因為比較大 我增肌肉之後 那個肌肉會把我 把這個熱量再消耗掉 可是這個觀念是對的嗎 就是橄欖球也比較會做的事情 就是比較始於那種 每次足球的那個 喝啤酒去做運動 容易增加肌肉 能量 它提你的能量 所以你去運動的時候 你可以拾出更大的力量 所以你破壞你的肌肉更大 所以它增肌肉量會比較快 這是真的說法嗎 真的是這樣子 氣功也是會先喝一杯 比如說什麼高粱 什麼藥酒 在練的時候 其實它的效果也是比較好 但不能超過兩杯 那酒測會不會過嘛 是不是 還A咧 就是 比如說你練拍打工 你的手如果怕痛 你喝一杯 其實比較不怕 而且你的循環比較快 而且如果你破壞了一個血管 它如果有西式 比較不會有中鋒的危機 一般比較不建議運動喝酒 對 運動員應該都不知道 這個外國人 這個外國人的頭頭部主 我都不知道他講到真的假的 你知道嗎 他說美國人 你聽聽就好 對 就是 因為技工有養生的 跟那個練舞的 他就是有分 一個外國人說 另外一個外國人 他是美國人 你聽聽就好 是嗎 請問 三十一秒跑步 來 請出下一題 斷食法無法順利減肥的原因 是基礎代謝能力下降 還是容易酮中毒 請想答案 幾類米 那個 經營代謝能力下降 斷食法到後來沒辦法順利減肥 是基礎代謝 這樣是喔 請接腳 漂亮 很好耶 來 智慧什麼 請選擇 六樓之三 六樓之三 請開箱 一萬一 好厲害 他跑到第一名字了 果然是跑馬 他是法國人 不要聽他的 來 請出下一題 行用跑步機跑步的時候 若手扶著把手還是腰 可能會降低熱量的消耗 請搶答 鄧維 我猜是把手 手扶著把手 降低熱量的消耗 只是扶著而已 多多少少可能會 抓著這個把手 做一些代償 就是把力量灌注到這個把手上 那腰的話 因為都還在自己身體上 所以你怎麼代償 都是自己的身上 但我不知道對不對 我猜的 唉唷 因為穩定肌沒有在用 喔 穩定肌 唉唷 這美國有時候講講 我看你說對不對喔 對 請接腳 唉唷 那美國的話還是聽一下 運動前喝酒嘛 好 如果我們在跑跑步機的時候 你把你的手放在扶手上 這個時候除了你的身體 沒有辦法協調 跑步的姿勢會怪怪的之外 同時你也會讓你的整個人 變得更加的神力 因此它的這個代謝 跟運動的效果 也會大打折扣 至少這個讓你的熱量 少消耗一半以上 那扶在腰呢 雖然在熱量的部分 並不會消耗得比較少 可是喔 你的背部的肌肉 會變得比較緊繃 所以其實呢 最好的方式 是要開始跑步之前呢 先把你的這個肩膀呢 往後鬆動 轉個幾圈 讓它鬆開之後呢 自然的擺動 這樣才是最正確 也最安全的 所以我們在跑步時候 它擺得越大 就增加你的整個身體的步伐 你們在跑步的時候 步伐一定要邁出來 手一定要邁出來對不對 不會到太大 那最後衝刺的時候 看距離啦 衝刺的時候有幫助喔 對 長跑還是有 手的晃動是不是有幫助 對 短距離衝刺的話 你的擺背的力矩越大 那反作用力越強 那長距離的話 擺背的話就不會到太大 因為要經濟效應的 去節省體力 晃大容易浪費體能 會浪費體能的 對不對 對 有道理 來 最新秘 新選者 魏豪選 八樓之六 另外一個水塔邊 請開箱 厲害 你們這次很刺激喔 加油喔 最後的七二 兩題而已 請主題 請問五個月大的寶寶 應該學會翻身還是爬行 請搶答 來 班傑 翻身 幾個月會爬 八 九個月吧 好 翻身現在是差不多幾個 七個八百 我剛好的女兒現在是五個多月 五個月 翻身 請介紹 當然 當然 好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從傳統上來講 寶寶一開始 他們要不是躺著 要不就是趴著 那他們會有一些 自然的翻動的動作 所以大概在五個月的時候 就會自然的翻身 讓他們可以改變一下 但是要讓他再翻回來 其實就要看他手部的肌肉 夠不夠力了 所以每一個寶寶 他們學會翻身 可能還是會有一兩個月的時間差 而且如果他不喜歡那個趴姿的話 其實就算他會翻身 他也不會想翻身 因為他翻身之後是趴姿嘛 他趴姿他的頸椎比較辛苦嘛 會比較吃力 對 所以他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他就不會想翻身 來 班傑 是不是有心病請選擇 六樓之二 請開獎 六樓之二 下一萬四 現在有兩加三萬囉 哇 好嗨喔 來喔 最後一題 請領助理 NBA聯盟比賽中 使用的籃球為 巨紙橡膠球 還是牛皮籃球 請搶答 陳彥博 今天啦 好啦 當那個 巨紙橡膠球 NBA聯盟中使用的籃球 就是巨紙橡膠 還是牛皮 巨紙橡膠 請揭曉 牛皮 到底請假 真皮的 你不知道 好 NBA他們使用的籃球 其實是最頂級的籃球 那它其實是用這個 黃牛的背部的皮所做的 為什麼要用牛皮來做籃球呢 因為這種籃球 它稀罕 而且不容易手滑 而且這個觸感是比較澀的 所以它容易操作 但是之前有一陣子NBA 也為了要響應全世界的這個 保育的政策就說 那我們乾脆不要這樣 牛皮籃球了 沒想到呢 造成了球員們 他們群起踏伐 大家就堅持 一定要用這樣的一個籃球 才比較好打 而且他們也比較有手感 所以後來呢 還是用牛皮籃球 兩位 同樣並列三萬塊錢的 厲害了 班傑 鄧薇 恭喜 進入到冠軍戰鬥賽 恭喜這兩位 是我們今天的智能住戶 非常的精彩 第三回合 你們各有自己答題的三十秒鐘 這是最公平的 你答對的過程中就可以開 開了以後只會選兩次你要的獎金 這邊只有十八口信箱 這十八個信箱 智慧新幣上升到二十五萬 你們兩個落差只差兩千 所以會刺激 任何一個錯誤的決定 就可能讓你們輸掉這個比賽 有點幸福 鄧薇現在領先兩千 你決定先打後打 後打 見招才招對吧 對 聰明 多好的一個孩子 後打 來 你先答題 請出題 請問田徑比賽中跑者是 逆時針還是順時針賽跑 說話 逆時針 逆時針 請揭曉 來 智慧新幣 請選擇 六樓 七樓 八樓 六樓 之一 六樓之一 我們這邊沒有扣款了 看誰加得多而已 來喔 夠了 準備 一萬一 你要保留還是放棄 我保留 你現在目前落後喔 一萬一你覺得夠高嗎 你怕你後面答不對是不是 對啊 我留 我留一個 保留一條嘛 後面 好 先保一個 讓他自己先變成領先是吧 加 四萬二 答題選轉移 鄧薇準備 請出題 請問洛梨跟芒果 哪一個水果可以幫助人體消化 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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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揭曉 芒果的酵素比較 幫助消化 對喔 它不是補充能量熱量什麼的 消化 對 如果你要量 題目看清楚一點喔 好 雖然字不多還是有陷阱的 班界準備 請 出題 炸蝦丼飯中 炸蝦跟炸香菇 哪一個是熱量比較高 香菇 炸香菇 炸香菇的熱量比較高 為什麼 它會吸收油脂 請揭曉 多好的一個孩子 原來你不懂得 不只懂得做氣功耶 蠻好的喔 答對才是關鍵 來 智慧心碧請選擇 Fo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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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開箱 兩萬 厲害喔 你剛才只能選擇 收兩次 你看 剛才一萬一 差了九千 一萬一你就收了 怎麼辦 怎麼辦 我收 他一直答錯 我就贏了嘛 對吧 合理 非常合理 是嗎 怎麼覺得這幾率蠻高的 真糟糕 OK啊 你決定啊 我保留 保留啊 保留 接下來十七秒就休息囉 好 你沒事就看他表演囉 我看他表演 我賭他錯 二十四秒你好好發揮 好 請助理 同一發表的投獎獎金是二十萬黑是兩百萬 兩百萬 兩百萬 借你介紹 特獎 這麼少啊 跟投獎 還有特別獎 特獎兩百萬 這還是投獎 剩下十六秒了 我看有沒有機會中特獎 等一下 不要被那個外國人說中了 請出下題 蘇晟的名言 無竹令人俗 無肉令人弄 還是瘦 瘦 瘦 當然是瘦 就瘦分送產了對不對 來 請揭曉 來 智慧 請選擇 我要選八樓之一 八樓之一 接下來兩題 這這一題跟下一題都要對 而且錢都要 不錯 一萬六 收 投獎 投獎 需要一個特獎 保留吧 應該沒問題吧 我也只能保留 四萬九 好精神喔 現在差多少 一萬三 請出最後題 請問英國還是德國舉辦了 世上的第一場車展 英國 英國 沒有下一題了 非對不可 英國 以工業革命的發展 英國應該比德國早 但德國現在是世界 車展比較合理 但是世界目前 車子的大廠 對不對 德國義大利 這兩個國家 我剛剛糾結的應該就是 工業革命的部分 英國馬 請揭曉 謝謝你 謝謝 是德國 最後六萬兩千元 恭喜班傑黃水 送給新車爸爸奶爸什麼獎 好 那送給班傑有兩項大錢 第一個呢 好 今天呢這個最後 好 羅佩玲 羅院長 來 要介紹自己的 第六本新書了 來 介紹一下 對 這個的話就是 每個女生 應該人手一本的一個 更年期慢老養生書 那這個的話就是 也要送給我們的那個 兩位主持人 謝謝 這是晨晨哥 謝謝妳 恭喜恭喜 還有我們的上話 謝謝 有食補 有茶飲 對 還有民俗療法在裡面 隧道按摩 還有一些溫皂 就是各種 女生可以想到說 妳有一些什麼樣的狀況 需要解決 在這本書上都可以 找到妳需要的答案 好 謝謝羅院長 謝謝 好 也謝謝 希望這個彥博 接下來要挑戰的這個 七百公里的 好 明年三月在芬蘭 五百公里極地很越賽 五百公里的極地挑戰賽 對 妳這是一個生命的鬥士 我見妳一次就少妳少一次 真是的 妳自己要回來 好不好 一定要回來 有什麼狀況 不要勉強自己 好 這次謝謝我們說的 精采的祝福們 謝謝你們 謝謝 好的 知識就是財富 請努力增加妳的智慧 累積妳的財富籌碼 打開金庫的致富密碼 週一到週四晚見九點 就在全民新攻略 拜拜 下次見 好的 全新賽事帶妳一起長知識 用妳的智慧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全新目的快點來訂閱